我在武專畢業的時候 我爸爸就有來問我 說你讀五年啊 你到底有什麼心得這樣 我就跟我爸講說 我的心得就是我不喜歡電子 我怕 你讀心理之後 其實李老師就開始變得 超捷徑 其實就很近了 就是因為我一定要當老師 這個想法 不達目的 事不罷休 對 老師那天講完之後 我突然間就 我就對他就是覺得 我沒動手 然後同學在動手之後 我覺得他自己 真的 我覺得他很可憐 你心裡那兩面的 那個魔鬼已經被消滅了 這句話就是很烙印在我心中 我在想說對啊 我到底為什麼要欺負他 我小時候都聽我的 對 怎麼長到這個時候 你意見那麼多 對 那就會容易有衝突 那當孩子展現自我 好像對我們家長來說 就會變成這是叛逆期 但其實不是 他只是在完成 他這個階段很重要的任務 就算是在廣告打底了 我以後靠傷眼了 你把音を算不出來 不會讓我做足agu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